而金来源第一次来台湾办粉丝见面会 他怎么收服大家的心呢 真的做了很多准备 明明不会唱歌 但是他特地上课练习唱歌 他甚至于还自己画了一张 在台湾海调的图哦 因此大家都觉得 他蛮重视台湾粉丝的 穿着帅气蓝色西装外套 韩兴金来源申请现唱韩剧 Doctors的主题曲 没有歌唱底子的他 却为了要给台湾粉丝最大的惊喜 特地上课练习 大家好 我是金来源 首度在台北举办粉丝见面会 去年演出韩剧 Doctors 红一生这个角色 让他再度重回男神宝座 而里面这几句经典台词 你很久不见吗 你很久不见吗 没有 也在见面会原因重现 主持人Lulu还加码教她讲中文 你结婚了吗 你结婚了吗 台上粉丝全都热情回应 其实金来源12年前曾经来过台湾一次 当时是为了宣传戏剧爱在哈佛 之后就再也没来过 跟女神金泰西主演成为当时2004年最火红韩剧 金来源更被称为浪漫男神 之后隔两年还有这一部 但2009年当兵到2011年退伍之后 戏剧作品就不多 但去年凭着Doctors再翻红 再度吸引大批粉丝喜爱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欢迎订阅